哈喽大家好,上节课呢,我给大家讲解了登录注册页面的一个制作 那本节课呢,按理说呢,我应该给大家讲解一些常用的表达验证 但是呢,在讲解常用表达验证之前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给大家普及一下一些正德表达式的一些知识 因为呢,正德表达式是GS操作中的难点和重点 所以说呢,本节课呢,我们还是一起来拎一下正德表达式的一些常用的用法 那希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呢,之前不会或者是正德表达式偷偷不熟练的同学 通过本节课的一个温故,那是大家对正德表达式的一些操作呢,变得熟练一些 好,那我们开始我们的课程 首先呢,我还是之前呢,写了一篇重新拎一下正德表达式的一些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我写的比较细 大家呢,可以认真看一下 那今天呢,我同样呢,也带领大家一起来过一下这篇文章 那通过这篇文章呢,过的过程中呢,在过的过程中呢,那可能大家可能没有印象 那同时呢,我也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些,把这些demo输出出来,让大家印象更深刻一些 那也就是说我们边讲边做的一个节奏 好,首先呢,我们正德表达式呢 第一个就是普通的字符匹配 那字符匹配顾名思义,那也就是一个表达式O 然后我可以匹配好ROM字当中的一个O,那我可能会匹配成功 那表达式当中呢,通常它是这么写的 通常我们把一个正德呢,写在一个双斜杠当中 中间写一个正德,例如我们这样写 这是我一个正德表达式 然后这中间呢,这一块就是我们要用的正德表达式 那外面呢,是两个双斜杠 是这种形式 假如我们要运用的时候,肯定是以这种形式写 如果在这里,我也给大家举例了 假如我们要运用的时候,以这种形式写 当然呢,你也可以用New这种方式啊 中间传一个字符串 当然这样字符串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传两个双斜杠了 这是可以这么写 主要是两种的,两种的写法,表达式两种的写法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了,R1G表达式 然后附加参数,那附加参数呢 G代表是一个全局匹配 R代表不分大小写 那M呢,表示可以进行多行匹配 进行一个多行的匹配 那假如我们在这里写个R呢 代表我是不分大小写 那假如在这里写个G呢 假如说我是全局的匹配 假如在这里M呢,就是一个多行的匹配 就是大致就是这么的一个规则 那我们继续 那下一个呢,说完了一个字符匹配呢 我们就可以带来就是一些简单的转移 转移字符匹配 那简单转移字符呢 我们通常用一个反席杠来 我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一个反席杠 应该是一个反席杠 反席杠的方式来进行 那这些字符呢 我们已经写熟知了 然后我放大一些 放大一些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放大一些 放大大 那这里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 特殊字符呢 我们通常也用反席杠进行 那比如呢,他兼括号 兼括号我在后面也是给大家讲了 兼括号是匹配开头 兼括号是匹配开头 那$符号呢,是匹配结尾 那小说点呢,小说点呢,是匹配任意一个 这里嘛,小说点是匹配除了换号符以外的任意一个字符 那假如我们在项目当中呢 我们在政策表达式当中呢 需要对这些进行匹配 那我们呢,通常前面加一个反席杠 小说点前面加反席杠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匹配$符号的时候 那前面加个反席杠 那我这样匹配就会成功 那我们第三个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多种字符匹配 一些常见的一些表达式吧 那第一个呢,反席杠D 它可以匹配任意一个数字 包括0到9的一些任意数字 有些情况下呢 一个文美框当中 你只能输入一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用反席杠来进行 进行一个政治的书写 那反席杠W呢 表示可以匹配任意一个字母数字下滑线 也就是 A到Z 大写的A到Z0到9 包括下滑线横 任意一个任意一个 任意一个字符 那反席杠S呢 小S啊 记得是小S字都是小写的 那这个区分大小写的 小S呢 它包括一个空格 质表位 饭航幅等中任何一个 那小数点呢 刚刚已经说了 那假如这些东西呢 我换成大写的 那它就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相反的意思 我在后面也是给大家解释到了 那那我大写的反斜杠S呢 是匹配所有的非空字符 非空白字符 那 那这和这个正好相反 那这个呢 也是 它匹配所有的非数字字符 这个匹配所有 所有的字母数字下滑线的以外的字符 那这个 这个反斜杠大B呢 就是 匹配所有的边界以外的字符 那这些我都应该是反斜杠 我这里写错了 大家注意啊 这个正则当中呢 它是区分大小鞋的 那假如呢 字符传动中 你不区分大小鞋 我刚刚已经说了 后面加一个斜杠I 斜杠I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不区分大小鞋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可以I代表不区分大小鞋 我一个正则表达式当中 我不想区分大小鞋的话 两个双斜杠 包裹之后呢 后面加一个I 它就不区分大小鞋 那下面呢 就是一个自定义 匹配的多种字符的一个表达式 多种字符 那假如我在一个一字符串用中括号匹配呢 中括号匹配 那我就是匹配AB5 当中任意一个 可匹配AB5 当中任意一个字符 只能匹配任意一个 那我中括号当中前面加了一个兼括号呢 那兼括号的意思呢 就不是开头的意思了 那就是不的意思 就是它的除了ABC之外的任何一个字符 那我们这个中括号呢 用的也相对较多 那我们通常在正的判断一些 在文本框输入的时候 我们通常有一些字符帮禁止它输入 我们可以用一个尖括号 把一些禁止的东西给放进去 那其他的都可以让它输入 那中括号F-K呢 就是表示F到K之间的任意一个字符 那这个呢 就是匹配除了A到F0到3之外的任意一个字符 任意一个字符 但是它是一个相反的意思 那这里呢 表达是那ABC ABC匹配 那匹配 ABC123的时候匹配成功 因为这个当中呢 任意一个字符是A 那取得是B 那这个当中任意一个是可以是C 那肯定是匹配成功的 那这个呢 ABC之外的任意一个字符 那123肯定是ABC之外 肯定也是匹配成功的 那下一个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它匹配次数的一些特殊字符 那通常呢 用一个中括号 大括号 画括号 画括号来表示 那刚刚刚刚刚我们写的BCD呢 BCD呢 可以用画括号2来表示 那表示呢 BCD执行两遍 那我们可以匹配两次BCD 那3呢 就可以匹配3 那这里呢 有表达表达4的重复的意思 那画括号N 表示可以重复N次 那反西线W呢 可以表示重复N相当于两个反西线W 就表示刚刚反西线W给大家讲了 是N一个字母数字下滑线 可以匹配两个 只能认一个字母数字下滑线 那5呢 这个就是A匹配5次 那画括号中间呢 有一个范围啊 表示一个至少匹配M次 至多匹配N次 是这个意思 那BA呢 那A呢 BA我表达表达个A A我最多匹配可以匹配三次 最少可以匹配一次 就是BABAAA 那M后面加一个动号 动号呢 表示至少重复M次 那 那反西线D呢 我可以这个第二个数字呢 我可以任意匹配 匹配至少两次 两次以上 那问号呢 表示0到一次 最少0次 最多一次 加呢 至少一次 表示1以上 那信号呢 那 代表的是不出现 或出现任意一次 表示0或加 是这个意思 大家这些这些 代表的含义呢 一定要记住 牢记 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监控号 监控号刚刚已给大家讲了 这个是尾部的意思 这个是代表一些边界 边界的意思 那这个呢 中华中华线呢 表示两者之间的一个或的一个关系 那之前呢 我很久之前的一篇 一篇文章呢 也写过 假如呢 你的一个文版框当中呢 既要可以 可以判断 手机或者是邮箱 只有手机邮箱才能 才能验证通过 其他格式都不可以验证通过 那你的写法之 写法呢 就是啊 左侧写一个手机的一个验证方式 那右侧可以写一个邮箱的一个验证方式 那文章谈刀当中呢 我们可以 应该可以看到这么一篇文章 这里 这应该是这里 那我 我这里是一个邮箱的一个证则 这里是一个邮箱的证则 那这里呢 是一个手机的证则 那我如果是 这一个文版框当中呢 既要输入邮箱 又要输入手机验证 那中间我加一个中华线 加一个中华线 那就是手机和邮箱 都可以验证了 好 括号呢 它代表就是整体匹配 整体的 这里 这里都有些详细的一些案例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下面呢 就有一个贪赖模式和非贪赖模式 那贪赖模式呢 说白了 就是一个全部匹配 非贪赖模式呢 就是一个匹配部分 那我就把想要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把它拿出来 如果再想要的话 再匹配一次 那就是非贪赖模式 贪赖模式呢 就是我可以全部 全部匹配掉 我只是一个D 开头是一个D 然后呢 后面后面呢 我把所有的任何一个字母数字下滑线呢 都匹配到 不管是什么样的 那这是一个广义的一个贪赖模式吧 那D 有后面所有的什么什么D 所有什么到到最后 那都会匹配到 那非贪赖模式呢 可能啊 匹配到这个D之后呢 后面的D 我可能就不匹配了 只匹配到这个D之前的一批东西 那非贪赖模式呢 通常我们可以这么写啊 来贪赖模式 加一个这个东西 就可以啊 非贪赖模式 这种呢 可以匹配到一些表格 到最后一个表格 还是到 他所所所所弄的第一个表格呢 这种匹配的方式 那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反向引用的一个东西 那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啊 杠一和杠二 杠一和杠二呢 杠二代表我可以匹配啊 第二个括号啊 杠一我可以匹配第一个括号 那例如这个啊 这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 杠一呢 我可以匹配啊 第一个第一个这一个啊引号和负引号这个东西 在这里呢 啊 我就是这里这里 我这里已经写了这一个证则啊 刚刚已经匹配了 是一个test的错 大家看一下 刚刚这一个我已经写了啊 是一个test啊 返回是一个错 这里 第一个 看到吗 以上是测试 第一个是返回是一个错 是这么写的 在这里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那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预搜索预搜索不匹配啊 反向反向预搜索不匹配 那正向预搜索啊 这种啊啊 啊就是一个问号然后左侧的一个匹配方式啊那最经典的意思呢就是一个windows的windowsnt或者是xp那我只匹配啊是等于nt或者xp的这一个这一个windows那其他的windows呢 我不匹配啊这一个windows98windows2000可能都不匹配啊只匹配windowsnt 那其他的啊就是在这技术上做一个大约小于啊不等于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方式 大家回去可以啊自己理解一下 当然这一个这个地方就是相对比前面呢啊相对较深一点 那其他通用匹配规则呢啊包括一些呃 一些字符编码呃这些东西呢啊都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下面呢我在带领大家呢一起一起啊简单过一下简单过一下正德表啊是的一些对象方法啊test啊 一些exec啊compars啊这些一些属性啊常用的些stream的一些方法 那在这里呢啊我我写了一些啊写了写了很多案例啊说出了一些很多案例呃大家可以可以一个个看一下一个个看一下 那我还是带领大家看一下吧看一下 那test的方法呢啊就是一个他可以返回一个true和force 他可以返回一个true和force 啊这是一个布尔那这个呢啊代代表正德表达士呢在自布川中进行一个查找 他可以返回一个数组啊反过一个数组 那首先呢我们用test的方式啊我还是带领大家给大家再深入的讲一遍啊刚刚刚已经我们已经 过了一个基础知识那下面呢啊我们就是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呢啊过一下过一下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一下 好我把这些给注释呢我把这些注释给打开 就是给打开 第一个注释呢还是要的 那我写了一个啊最简单的一个字符匹配啊把它放在一个 双滑线当中一个黑 那当它匹配合的黑的时候呢那肯定是匹配错的 肯定是匹配错的 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啊我都是用都是用这个输出了 当然 当然 s note 肯定是有一个啊 注释的地方 我们把它注释掉 啊这个地方 把它注释掉 好 那 那我们对着这个看吧 对着这个看 那一开始呢 我写的是一个 那黑的一个黑的一个正德表达式 那我输出的是一个 他是错 他是错 比较是 那我再输出一个位 那那我那我测试 那他是一个fals 他是不对的 那我输入大写呢 大写的黑 还是在这里吧 那我输入一个大写的黑呢 他匹配呢 是比较fals 因为他是区分大小写的 那我假如呢 我在黑后面加一个i 我不区分大小写 那他会输出一个troll 他会输出一个troll 那假如呢 呃我我我这里写一个词服转 sertly 黑 louse h 啊两个 两个 那我输出呢 那我输出是troll 因为他包含了这一个 包含了这一个 黑和h 那假如呢 我这里写一个啊 开头 我开头是黑 然后不区分大小写 不区分大小写 啊 因为因为刚刚这个词服转当中啊 没有开头的 所以说他是一个fals 那我这么写呢 黑 is a good boy is a good boy 这么这么书写呢 那他会返回成功 那因为他他他刚刚有开头的 所以他在开头 所以说他是对的 那我这么写 那我到了呢 表示结束位置 开头是h 啊 结尾 结尾是一个e 那这个是开头是h 结尾是e啊 匹配成功 啊 匹配成功 因为我刚才这个啊 只是有开头是 开头是h 那结尾e 那不是一个结尾 啊 所以他他匹配不成功 那这个呢 啊 反斜杀s呢 可以匹配任何一个空白的字母啊 空空白的一个字符字符啊 包括空格字表位化而符的 那这个呢 他肯定是一个匹配成功 因为中央有个空格啊 中央有个空格都可以匹配成功 那我那我这里呢 啊 开头是一个啊 a到 z的一个任一个数字 啊 不区分大桥写 那这也是肯定是以匹配成功 那这个呢 啊 这个肯定是匹配成功 那这个呢 啊 他是会匹配失败 因为他不是一个a到 z的任命一个数字 那下面这一个是我给大家讲的了 那后面呢 啊 这里就是一个版本号的一个 取版本号的一个方法 大家就讲讲解一下一个取版本号的方法 啊 就用到的是一个exec的这一个这一个操作 那还是呢 我写了一个版本号 好 我们在后面写一个吧 那我通过这个方式呢 开头是a到z 啊 这个没问题 那啊 那加号呢 表示至少出现一次 那我a到z呢 可以出现一个啊 n次 那后面呢 是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空白字符啊 空空空白字符指标位 这一个空白字符 那在后面呢 是一个数字啊 一数字啊 数字可以出现n次 但是也数字会结尾 那我在这里呢 啊 来 特试啊 这一个我写的这一个 这东西是成功的 成功的 那第一个用用这个方法呢 也会返回一个数数 那他会全局匹配他 那全局匹配我刚刚说的通过这一个方法 那我输出 020的话 他会全局输出 我们看一下 啊 这个地方啊 他会把好用 是把给全局输出了 好用把给全局输出了 那那我那我这里啊 改一下 那我只是写取一个数字啊 写杠反写杠地 反写杠地啊 任一个数字 任意习上的一个数字加的数字加 我需要取出数字 那我那我再运行一下 那那他后面呢啊 就会把8给取出来 把8给取出来 那同样呢 那我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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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个 他是任一个字母数字啊 后面是一个空格啊 后面是一个数字啊 用括号来把括号用括号把这个D来匹配起来 括号来匹配 那我自己这里呢 我可以A0啊 就是对他一个全部匹配 那一呢 就是出就是匹配一个8 只是匹配他这一个括号里面的东西 那他长度呢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2 那我如果是8.0 我想取出这个10这一个主版本和4版本呢 那我这里呢 写两个括号啊 啊 这一个一个括号 然后下面又一个括号 中央一个点 那我可以取出啊 L22 那就是10 那我们通常啊 通知这种方式来取取后面的一个主版本和4版本 下面是就是一个replace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主要是对字不串的一些操作 我们用的也比较多 用的比较多啊 主要是啊 替换一些空格啦 替换一些空格什么的 然后这个呢 使分割分割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整个匹配啊 不光匹配横杆 我们比如下滑线啊 也可以进行一个分割 等等啊 例如 例如刚刚我这里已经啊 已经已经给大家写了一个啊 他不区分不区分中滑线和下滑线 我们可以啊 你写一个这么一个政策 我们不要是分割呢 我们不要A到Z的任一个字符 我们只要啊 任意A到Z之外的人 任任任任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分割 那我们再再分割的话 那可以把A DBC啊 给分割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march march也可以返回一些啊 返回一些数族啊 返回一个数族 我在这里 这里已经已经给大家 已经写了一些东西 这个呢 我在备课了之后呢 我把它一写片了 写成了一些一篇博客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认真啊 阅读一下这篇博客 那下面呢 我这里呢 后面的一些东西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一一带领大家讲了 那这些东西呢 我都放在博客上 后面我都有解释啊 输出的一些参数 输出什么东西 我都给大家讲了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些啊 最后一些注意事项吧 啊 这是近代手机 最后一些注意事项 那注意点 那如果呢 我们用啊 new new exp regexp这种方式呢 啊 我们直接写一个反斜杠呢 啊 问号 因为问号 因为问号呢 那它是不识别的啊 如果我们写反斜杠问号呢 它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啊 因为字符串当中呢 反斜杠 它 它 它会把它给解析掉 啊 解析掉 那我们如果要用new regexp的当中呢 我们通常拥有两个反斜杠啊 这样是正确的 正确的啊 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 给大家输 给大家输出了 给大家测试了 在哪里呢 应该是在后面 它是在这里 那假如呢 我把这个开启 我们开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我会报一个 我会报一个这个错误 啊 啊 说你这个反斜杠 not什么to repeat 啊 这也就是这个报错了 啊 那我们加一个反斜杠 加一个两个s 两个问号呢 两个问号 那它就是没有问题了 啊 它就没有问题了 啊 刚刚把它 没保存 那它就没问题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又用news这种方式定义的时候呢 啊 一定要注意注意反斜杠的这么一个书写 那下面呢 就是一个特殊字符的一些 包括as as码了 包括一些杠 呃 一些unit code的开头这些东西 那我们可以用杠右杠右 我们这里已经也也也也写了啊 也写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可以用什么啊 杠 这种这种方式啊 杠x 杠x20啊 0到25分之间啊 也可以用杠u啊 就是16位啊 8位8进制 16位进制都可以用这种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些解析 它匹配也是成功的 比如我CG CG呢 啊 用8进制啊 可以这么写啊 斜杠103斜杠112 那它可以匹配CG 那我用用ascii这种方式呢 16进制啊 可以用这种x43或者这种也可以匹配出CG 啊 unit code呢 我杠u开头啊 有的是呢 也可以匹配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正德表达式的一些匹配 那本期课呢 最后呢 我留一个作业 因为正德表达式呢 东西确实很烦 那大家呢 我留一个作业 就大家回去呢 把正德表达式的东西啊 包括这些代表的一些含义啊 认真再理一下 然后后面呢 这个东西呢 每一个放在html当中 每一个都输出一下 认真研究一下 好 本期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